近日,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三观庙层发掘出一大型汉代画像石墓,经过考古人员的抢救性发掘,清理出墓葬两座,并发现大量画像和画像石。 8月21日,记者经采访了解到,该墓葬群是由当地村民于2018年12月中旬在池塘清淤过程中发现,村民随即上报文物部门。 2019年4月,考古人员开始对墓葬群进行为期4个多月的抢救性考古发掘。 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,这座水下墓葬群也慢慢浮现于世。 记者当日在考古现场看到,两座墓葬较较为完整地呈现在地域地面约3米的地方。 这两座墓葬也被考古人员按照发现顺序进行了编号,最早发现靠北的为M1号,南侧是M2号。 据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陈永廷介绍,相比M2号墓葬,M1号的墓葬结构更为特殊,除了两个前室,还有两条墓道。 墓葬后是各自独立的中式和后式,相当于现在的44亭。 M1它是一座结构比较特殊的,是一个有双墓门、双墓道的这样一个多室墓。 墓比较大,它南北长近20米,东西宽近15米,它以中间拥到为作为相隔,包括了东侧墓跟西侧墓。 记者跟随考古工作人员下到墓室,发现几道墓门上的画像石十分精美,部分画像石为磨光后再雕刻,线条细腻流畅。 门楣上的仰手浮雕两侧分别刻有楼缝图案,栩栩如生,类似建筑、神鸟、人物图案更是层出不穷。 据陈永廷介绍,此次发掘出的画像石共有58块,画像95幅,是非常难得的考古学资料。 发现的这些画像石呢,它就运用了有高浮雕,浅浮雕,平面线刻等等。 我们通过研究画像石上面的内容呢,我们就可以去进一步的研究憨代人当时是怎么生活的,比如抛出图,它就是体现了当时附加大户,它的后厨的景象呀。 我们还发现有什么当时的楼阁建筑,画像石上是有,也可以去复原憨代的那些建筑呀。 陈永廷说,由于干墓葬年代较为久远,在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被盗的迹象,暂时无法确定墓主人的确切身份。 根据规模宏大的墓葬本体,加上数量如此多,而且精美的画像石,表明干墓葬规格很高,而且两座墓葬相邻,说明这里是一处家族墓葬群。 通过发掘的没有发现纪念材料,比如纪念的或者是有跟墓主人身份相关的这些材料,我们只能通过墓葬它本身的规模出头的器物,以及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数量巨多的画像石,来推测墓主人的身份。 推测墓主,我们跟结合以往的考古发现,初步推测墓主,它应该是当时汉代两千代的官员,肯定是没问题的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